春节出游,民众搭小黄的时候,这荷包可能要失血了 因为车资一如往年都要加价 为了体恤问账过年的辛劳 全台计程车的费率都要加收费用 北北基地区每一趟车资会加收个20元 新竹苗栗则是每一趟车资加收30% 其他地区大多都是每一趟大约增加个50元左右 但是南投跟彰化还有淘机排班的计程车 每一趟的车资则是要增加100元,全台最高 这周周过年许多民众返乡或者归化春游 可能会搭到计程车 但你知道全台计程车资农历年间将要加价了吗 他们就是过年算是一个加班时间 对,然后他们还要出来工作 所以我们加100块我觉得这样合理 为了体恤过年还要跑车的小黄问账 最早开始加价的地区北北基 从20号到29号每趟车资加收20元 竹苗地区则是每趟加收30%费用 其他大部分地区多为每趟加收50元 但在南投彰化以及淘机排班计程车 则是每趟加收100元车费,全台最高 我是觉得加100块合理 因为我们计程车司机牺牲了春节假期来为民众服务 我们现在像厨师开始了 够100就可以了 如果要够200,够15人够要怎么接收 小黄问账过年不歇早 全台车费加价收 各地区加收价格不同调 民众甘愿搭车也只能欢喜接受 上车前切记还是得问账 才能皆大欢喜顺利出发 记者曾如晨南投播董